外围的消息面比较多 这也会影响港股的表现 另外一个方面 如果看A股来说 上证指数一直徘徊在 跨近3,500点这个位置 暂时未曾突破 所以市场都会观望 后市来说 如果A股真的突破3,500点 可能去到接近3,600点 甚或是3,650点 确立了升势时 对于港股来说 才会有明显的提振作用 到时港股来说 例如恒指可以看 29,500点 甚或是29,800点 但如果一直未曾有这个方向 可能现在是一个执幅上落 还有大市的成交金额偏弱 去到1,750亿流上的时候 后市的方向就会明显 预料可能过了五一黄金周 后市方面就会比较清晰 香炮 至于五一黄金周 市场 numer并不少 人员有此感情 第一张 24 就直播 出品 空